男人用满配M4瞄准一只猎物 但下一秒 一只母狮却突然冲出来 小帅立刻举枪瞄准对方 准备来个一件双雕 可转身一看 居然又来了一只幼崽和宫狮 小帅心软了 于是把猎物留给这一家三口 但这时大黄又发现一只猎物 迷路跑到仓库里 大黄追了上去 小帅急忙拿着满配M4赶来 却在里面发现一只鹿的脑袋 而此时的大黄似乎在惧怕什么 眼睛死死地盯着前方 于是小帅转身一看 居然有一只丧尸正在啃食迷路的尸体 慌张的小帅立刻拿枪射杀 并带着大黄一路狂奔 而丧尸一下扑在小帅的身上 两人一下冲破了玻璃 很快身体扭在一起掉到了地上 可丧尸对阳光过敏 他又脑袋不停地撞击地面 于是小帅产生了大胆的想法 要活捉丧尸拿回去做实验 随后他将一个锚钉锤下 接着拿出绳子打成一个结 使劲轻轻一丢 将一辆闷闷车推下 这时绳子一下拉紧 小火车瞬间被卡住 接着在地上撒上82年汽油 而小帅从手里拿出一根针管 把新鲜的血液注入 随后将针管丢进布置好的陷阱里 接着将试剂打碎 下一秒 伴随着汽车的下降 一只怪物突然出现 而他一下被布置好的陷阱卡住 于是小帅用枪托把他击晕 丧尸的同伴刚想冲出 但炽热的阳光一下将他逼腿 随后小帅将丧尸抓到实验室 接着将一股血清注入到丧尸体内 可丧尸的心率不断下降 果然意外还是发生了 一只沉睡的丧尸突然苏醒 但他的手臂却被紧紧锁死 这时丧尸开始不停挣扎 而男人却镇定得看着 因为这只是他的试验品 伴随着一声尖叫 丧尸彻底没了动静 而小帅为了能找到新的丧尸 不料掉进猎人的陷阱里 他的身体一下被掉起来 伴随着汽车的下降 小帅一下陷入了昏迷 到了晚上大黄的声音才把他惊醒 于是小帅急忙拿出小刀 可就在割断绳子的那一刻 小刀却静直地刺进他的身体 但这时大黄突然大叫起来 小帅意识到情况不妙 果然夜晚是丧尸活跃的高峰期 一只变异的猎犬冲出 但见射来的阳光急忙后退 他们被挡在了光线下 于是小帅急忙让大黄撤退 因为只要阳光消失 他们就会主动攻击 果然一群猎犬 像疯狗一样冲了过来 见到丧尸的突袭 小帅立刻扣动了扳机 没想到对方想要索稳 就在小帅想救下另一边的大黄时 胡料手枪被冲出的猎犬击落 当小帅想要反抗 却察觉到大黄正在被撕咬 于是在这危机时刻 小帅的潜力一下被激发 他转身掏出手枪 将老六送去西北 而此时的大黄已经被咬了 回到实验室的小帅 急忙给他注射血清 可大黄开始变异 小帅忍痛将他活活勒死 但为了抱爱犬之仇 小帅驾驶着闷闷车一下 冲进丧尸群里 就在车子被撞停时 一只丧尸直接冲过来 危机时刻 小帅立刻发动汽车的引擎 接着大喊一声 冲进更多的丧尸群中 但轮胎一下卡在悬崖边 突然一只丧尸跳到车窗上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一只丧尸用脑袋 不停地敲击着车窗玻璃 而男人立刻打火把他顶下来 但丧尸却一下爬到灯卡上 在数只丧尸的重量倾斜下 直接把电杆压在车顶上面 于是小帅急忙发动引擎 可就在汽车缓缓后退时 又一只丧尸冲了过来 而车子在摇摆后彻底吸火 这时丧尸首领突然一声令响 手下就像发疯一样 开始顶向汽车的底部 险些就把汽车掀到海里 但就在这时 一只丧尸沿着窗户爬了进来 眼看就要咬上去 突然一个剧烈的蓝光出现 瞬间亮瞎了小帅的眼睛 等小帅醒来发现自己被救了 但没想到丧尸群找到了他们的位置 二翠急忙跑到楼上 而丧尸正在一股脑袋跑来 小帅见状 立刻打开了电闸的总台关 随后刺眼的白光一下亮起 但丧尸却直接将他扑倒 小帅见到丧尸开始有人灵智 就在丧尸要跑来时 小帅打开了引爆装置 下一秒 见到丧尸已经全部隐恨西北 小帅立刻上楼找二翠 却没想到丧尸已经闯了进来 把小帅撞倒 接着朝着脖子撕咬下去 剧烈的疼痛瞬间让他压麻呆住 而小帅的身体一下被拖拽起 吃饱后的丧尸直接将他丢下 这时小帅见到走神的丧尸 立刻拿起地上的螺丝刀 但普通的攻击对丧尸根本没有用 小帅的身体瞬间被甩到楼下 当丧尸拔出身上的螺丝刀时 摔倒的小帅立刻掏出满配M4 对着丧尸一顿突突 随后再次扣动扳机 将厨房的煤气引爆 但丧尸却趁机跑出溜到楼上去 小帅急忙追了上去 没想到对方已经闯入房间 小帅立刻示意桌子底下的二翠不要出声 见到丧尸还在刨房里 小帅发现桌子上的手枪 然而就在这时 丧尸突然听见了动静 在这危机时刻 小帅率先躲过手枪 立刻朝着他连开竖枪 见到丧尸正在呼叫同伴 于是小帅立刻上前送他去西北 就在小帅把母女救下时 却惊恐地发现 丧尸的首领正在外面 小帅意识到情况不妙 但现在丧尸已经全部围了上来 一下冲破了楼顶 于是他们急忙地躲到地下实验室 但小帅惊奇地发现自己研发的血清 居然变得有效了 可下一秒丧尸就冲破了实验室的大门 眼看丧尸就要过来 小帅立刻把肛门反锁 并和丧尸说自己能解救他们 但是丧尸的理智已经全部消失 首领丧标一下把肛滑玻璃撞碎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马上发生 小帅瞅着身边的二翠 于是立刻拿起血清 把自己的血液交给二翠 而小帅知道他们只有一个能活 于是为了拖延时间 他看着妻子和孩子的照片 从抽屉里面掏出一个手榴弹 眼看要进来的丧尸 小帅将影线拆开 和这些丧尸同归于尽 而二翠拿着小帅给的血清 来到了漂亮国的安全营币 而米军有了小帅的血清 很快研制出解药 虽然小帅牺牲了 但他换来了是世界的和平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原生